等一下 我們這邊太陽 發現台灣有金 złoty 除了剛才Sam所說的 將荷尾當作補之外 在台灣有一種真的可以提煉出黃金 這项文件其實還有很多 那次去台灣 去年4月去台灣 親身去看 親手拿著一塊金磚 很興奮 究竟他先猜一下 猜一下他有什麼產生出來 提展出來 紅紫廢物 紅紫廢物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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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我手上 旁邊那位先生 拿著手上的 就是一些電路板 原來那些黃金 就是電路板 譬如在手機啊 電路啊 或者我們的書櫃都有電路板 在那裏提展出來 你想想香港也很多 但是為什麼台灣 可以將電子垃圾 真的提現到黃金呢? 我可以分享一下 今次我們去台灣 其實現在台灣 整個台灣 就有13間 這一類的電子廢物處理廠 那這些處理廠 有些就是處理電器 有些就是處理電路的 那它怎樣處理 你看看外表的規模 相對比起我們新界北 打鼓嶺那些的廢 電子廢物處理廠 是不是很不同? 外表不同 裡面都很不同 裡面是怎樣的呢? 動吧 哇!裡面 很有規模的一間工廠 有些生產線 這間呢 就是專門做電器的 四種家電 特別是雪櫃、洗衣機、冷氣機 以及電視機 沒錯 很多規模 很多工人 有些機器 就做拆解 就好像弄冷氣機 這些一般人可以參觀的 這些廠有一個教育中心 它會告訴大家 這個在台北桃園附近 就可以進去參觀 它會解釋給大家 究竟譬如一座洗衣機 裡面其實拆到什麼出來呢? 考考大家 洗衣機、雪櫃、冷氣機和電視機 你猜哪個最高回收價值呢? 電視機 大家想想 咦?電器、電腦 香港有很多 你知道香港一年 放了多少電腦、電器嗎? 香港 記不記得嗎? 記不記得 多少位數字 七位數字 就開估了 一年香港製造 根據環保處的資料 就是541萬件 大約7萬多噸 500多萬件 但是我們沒有聽過 香港製造可以提煉黃金 其中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沒有法規 很無奈 我們大部分都是出口 但是台灣呢 在1997年 剛才阿朱仔都說過 就有一條叫做生產者責任制 這條法規很重要 他就說 因為我們很多電器 如果要好像這樣 環保地處理 基本上沒有法規都很難做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出口 就賣了最多的錢 但是他通過一個法規 就是必須要有一個 這個最重要 就是有一個回收基金 回收基金呢 就是令到可以補貼下游的一些回收箱 他們必須 因為有錢補貼資源 也都有法律規定 他必須要收集了 然後去處理 然後留在台灣處理 結果呢 除了那些廠可以提煉黃金之外 當然也都可以養活到很多的 震習的機會 那這個就是 我們這一次去台灣 一個很好的經歷 那接下來香港 我又要賣一下廣告 先推動一下這個運動 香港呢 這條法規呢 去年四月的時候呢 在香港剛剛做了一個公眾諮詢 比台灣就遲了十一、十二年 那究竟這條法例能否夠通過呢 就看立法會和環保處 的總法了 那希望今年大家 就是 到真的上立法會的時候 都可以表達一下意見 沒錯 那這個時候 然後呢 就交給我另一個同事 講講 除了電子垃圾的回收這件事之外呢 其他回收方面的工作